新北市致力推动三环六线捷运路网 市长侯友宜在日前的市政会议上就表示 虽然碰到了原物料还有缺工的状况 但是仍然会全力以赴 目前所有的捷运建设进度都没有落后 也希望借由捷运开发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新北市积极推动三环六线捷运路网 在日前的市政会议中 新北市捷运局针对工程进度进行报告 再次重申三环六线正在逐步实现 市长侯友宜表示 在疫情影响下造成缺工缺料 使得捷运建设面临严峻挑战 但目前所有工程进度都没有落后 包括安坑轻轨也会力拼在今年完工 虽然碰到原物料 结缺工的状况 我们一定会潜入一步 那目前我们期待 现阶段在做的我们的三菱线 万大作合线 我们的经济并没有落后 我们希望我们的安康清北 今天能够顺利的通车 市长侯友宜指出 环状线通车14个营运车站 以TOD方式带动城市空间发展的转型 除了引进投资也创造就业机会 可以大大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我们希望借着新北黄赚线南北门户 从14张到如南如北的开发的TOD 10个必须要靠TOD开发的产站 我们会投资652亿 创造2.2万的就业人口 带动新北市的赶转 对于捷运路网建设所带来的发展愿景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新北市目前是全国轨道建设工程 最大量的都市 展望2030年能够完成139公里 121座车站 2030年我们现在的规划 希望能够达到有139公里 121座车站 10万人拥有3座车站 这个就是一个国际最重要的一个水准 那这个水准会在新北市 一定要把它实现 新北市捷运局表示 近三年来已经完成 新北环状县淡海轻轨第一期营运通车 加上今年底将完工通车的安坑轻轨 四年内三线通车 预估累积运量可达5100万人次搭乘 不仅让交通更便捷 也促进南北轴线翻转 朝向打造幸福宜居城市的目标迈进 记者杨帮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